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HipNin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頗長了AGH8拍 簡單說我都需要時間去講 你也需要時間去聽 大家也要有點耐性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 Without using a calculator 它就叫你farm the values of the foreign expressions 好 拿單案子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那我就放定了這條題目在這裡等你 大家不用急著看著做 節省時間就非常方便 好了 在這裏A part 我在下面做A part 嘩 越寫越壞 咦 為何這麼壞 好 先寫好一點點 好了 A part 它現在正在問你的就是125的 開放筋3次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題目 我自己就會留意一下 那條計劃就是 留意一下裡面那個125 和開放筋3次 那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我就會在想裡面那個125 可不可以轉做 什麼什麼的三次方 什麼什麼的三次方 如果你轉到的話 開放筋3次和裡面的三次方 你可以抵消了 cancel each other 那條計劃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 你不難發現 其實就是125就是5的三次 那當然外面還有一個開放筋3次 你就放在這裡 那這次你會發現那個三次 和開放筋你就互相抵消了 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 你就可以這樣查了它 那當然你也都 查了它就很噁心 人家看不真的 那綠色筆我就不查了 我查回它了好不好 意思就是大家開放筋3次和三次方 互相抵消了 那所以最後中的答案當然 都呼之族出的了 那當然是出5 整件事就搞定 那這個就是A part的答案 好 那至於去到B part 那B part他在問你的 就是0.0001 就整個東西的開放筋4次 那如果你給我 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就會想想 裏面這塊東西 就是什麼的4次方 就是0.0001 那其實我就會想到 就是0.1的4次方 那外面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開放筋4次400 那不想你試試按機 0.1的4次方 其實就是0.0001 所以其實在這裡 如果你看到 那你會發現 現在這次再一次 拿著綠色筆 就是這個開放筋4次 和這個4次方 大家互相抵消了 Cancel each other 那當然 我都說過 不用畫下去 你畫下去 綠色筆畫下去 人家很花 看不到你做什麼 所以我查回它 所以下一步 其實真的互相抵消了 情況下 這個其實就是出0.1 OK 那我不再這麼沉 下次不再用綠色筆 幫你塗了它 OK 好 去到C part 他現在正在玩的 就是-1024 整塊的開放筋 5次 如果你讓我做下去 我就會想 裡面-1024 可以拆造什麼 的5次方 沒錯 聰明的你都知道 其實就是出-4的5次方 因為負負得正正負得 負負正正負得負 然後裡面就是4的5次 即是-1024 即是-1024 外面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開放筋 5次 我也說過 這個開放筋5次 和這個5 可以拆除其他方的次方 可以互相抵消 所以最後喜歡的答案 你都出了 剩下的就是-4 整件事都解決了 OK 至於去到Dpi Dpi在這裏 那我就做下去了 他這個數字都比較大 就是-243 再超過3125 整件事的5次方 那 那麼 寫好一點點的5字 也很噁心 開放筋5次方 那我自己會在想 究竟 開放筋裡面這件事 就是-243 over 3125 如果你轉到這裏 做什麼什麼的5次方 你整件事就適合了 而事實上 我真的可以轉到 那你想真點 243 其實你想真點 就是3的5次來的 3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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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 就是243 那下面3125 其實就是5的5次來的 就是5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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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按下機 乘5乘5次 是不是 就自乘5次就是3125 所以其實你也不難發現 其實裡面這件事 其實就是-3乘5乘5 就是整件事的5次 這件事不就是-3乘5乘5 就是-乘1 正正乘3乘4乘5 就是乘什麼 這件事的5次 就是243乘3125 還有一個乘6乘4 所以整件事差不多了 再把這件事轉來 寫好作開放筋5次 你已經看到了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開放筋五次 還有這個5 就cancel each other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剩下的東西應該會是-3 over5 那整件事已經解決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e-part 揭去後面那張新的單位 我開了一張新的 先放回正確的位置 剛才移動的位置 好 去到e-part e-part看看它問什麼 它就叫你做這個 就是-144 1over2次 其實根據 開放筋的definition 什麼叫做e-part一次 其實就是 開放筋的意思 所以簡單說 負你繼續照寫在這裡 所以我就會等於 負照寫 這個e-part一次 其實是跟這個144 所以就是開放筋 144就放在裡面 意思日上 負我照寫 5144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12的二次 外面還有一個開放筋 開放筋和二次 互相抵消了 cancel each charger 所以最後終於答案 外面的負就留在這裡 cancel了開放筋和二次 其實這裡剩下的就是12 整個答案就是-12 整件事搞定 OK? 好 可以的話我再去F-part F-part 他現在正在玩的就是100 3over2次 很明顯這裡考驗你 就是會不會轉 轉回 或者這麼說 我會先處理了100 100其實我們可以就是10 的二次來的 10的二次就是100 這塊 外面還有一個3over2次 所以我們把握在這裡 就是3over2次 根據law of index 指導定律告訴你 括弧外邊的index 指數可以放進去 即是跟裡面的index位 即2相成 簡單來說 下一步就是 base 其中 gluc ne ّ支多少 就是 thanks 我們 runway 指數 Peters 其中間 指數 指數 只是2次 2 3over2 你給我處理,不如我先處理在裡面 什麼叫做負32呢? 其實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負32我可以寫成為負2 整個東西是5次的,為什麼? 原因就是要5次 所以負負可以正正負負負出負 然後2的5次就會出負32 所以負32就是還原這塊 之後我就在外面給他一個中庫護 我就寫了負5分之1的次方 就是負5分之1的次方在這裡 然後根據Law of index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就會將負窪外面的這塊東西 就是整個丟進去 算了,我都要括好它 就是整個丟進去,貼進去伺方5 所以簡單說,如果你這樣成的話 你不難發現這裏是甚麼 就會是負二我照寫 貼進去的情況下,就是5再乘以負五分之一 約走了5的情況下,就會出負一 根據Law of index,我在課上也好 在課書中也好,經常都說 如何處理負index,我刻意給紅色不利 即是換言之 我就會把負index,即是簡單說 你有上課也知道,即是1over 但紅色沒有給它 然後下面的分母怎樣處理 就是把藍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負index是優化 但紅色的部分 下面這個分母的部分 就是把藍色的部分整個照抄到這裏 所以簡單說,我就會寫負二的一次 其實是負二的一次,即是負二 所以最後把負二的負放在外面 然後剩下的就是1over2 所以簡單說,就是負二分之一 當然這就是終結答案 最後到H Park 看看H Park又在做甚麼 H Park 可能不太足夠的位置 稍後逼迫 他正在問你的就是1000 就再over這個27 就整個東西的負二over3次 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就會看看裏面這個東西是甚麼 1000可以寫成為10的3次 27又是漂亮的 就是3的3次 那就是27 所以其實整個東西裡面可以寫成為甚麼 就是我自己 我會轉為10的 上面是10 下面就是over 就是3 這裡整個東西的3次 你重複一下 這塊就是10over3 3分之10的3次就是上面 10乘10乘10就是1000 就是這個 下面3的3次 3的3 27就是這個 那就還原到 不要忘記 最外圍有個-2over3次方 所以你要補這個給他 就是-2over3次方 在這裏 然後根據law of index 外面這個綠色的指數 index -2over3 怎麼處理 那當然是扔進去 是不是 所以這樣扔進去的情況下 這裡會出甚麼呢 其實就會出 裡面是10over3 那你綠色墊椎乘進去的情況下 就是將3 再乘以這個-2over3 那麼 約了3的情況下 那你應該就會出了 什麼來的呢 就會出了 負2 而事實上 負index 又再次出現 我強調紅色部分給你看 負index 怎樣處理這個 負index 紅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 我在這裡寫 就是 1over 是不是 那就是 1over 其餘的下面 墳墓那裏 怎樣處理呢 這個位 那就是 將這塊的藍色部分 照抄 按下去下面 那所以 這是甚麼來的呢 我退高一點點 就會是 這裡 我就會放 10over3 整塊的2次 那 最後終結答案 我不是很夠位 所以我寫在旁邊這裡 好嗎 繼續做下去吧 那所以其實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的情況下 這裡呢 應該就會是 不再用那麼多 紅色色 就是1 那再over 小心翼翼 下面這裡 10over3 的2次 就是簡單說 那你可以這樣看 根據law of index 你就兩個墊櫃放進去 兩個墊櫃放進去 那所以 你會見到 就是上面 第一個綠色墊櫃 就是10的2次 就是100 就再over 下面 那 第二個墊櫃 綠色墊櫃放進去 3的2次 就是3 3 就是9 最後 應該出答案 已經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這裏有個怪獸分數 怎樣處理它 就是把分子照抄 那我寫一次給你看 中間的主分數線 變成 把下面這個 把下面這個 拖出來 反轉 那就是說 原先的9 在底 你就上去頂 那再over 原先的100 在頂 現在跌到底 那 所以終極答案 都呼之欲出 正確答案 那當然就是 9 over 100 那整件事搞定 OK 行不行 那就 查查看大家 今天有沒有什麼 特別問題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 今天到這裏 好 那就 多謝大家這麼多收看 那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